警方放宽授酒限制 小韵渡店主及传统协会说 授酒令的放宽 同之前的全面禁酒令相比是改善 摩棉嘉冷集选区议员潘丽萍则表示 当局推行的措施同发生骚乱前相比 这一区的情况显著改善 并且希望类似措施 能够在其他客工聚集的地点来实施 来看记者林伟玲的报道 小韵渡店主及传统协会说 如果小韵渡授酒令持续 那么最糟糕的情况 恐怕就是一些酒类专卖店 得改做别的生意 不过协会也认为 商家最终能够相应做出调整 摩棉嘉冷集选区议员潘丽萍则认为 警方保留禁酒令加强巡逻是件好事 外籍劳工中心也同宿舍业者合作 在接下来几个周末举办更多休闲活动 特别是体育活动或者甚至是电影放映会 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康乐活动 在各别的宿舍跟这个recreation center 就是康乐中心 让我们的这些客工有一个新的选择 相当多的宿舍也同意 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些消闲活动跟体育活动 推展到晚上10点 日移私人巴士服务局部恢复 学校交通业联合会表示欢迎 并且准备在上下车的地点 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 联合会也表示 接下来还会提醒司机注意驾驶安全 管理员以礼待客